詞曲 李宗盛 王健鑫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早安 我是王健鑫 很高興大家可以這麼早來參加這麼早的場次 我先拍個照 這樣等一下才可以打卡上傳FB 大家好 我今天要講的講題是 Java在現金軟體開發的角色跟競爭力 很榮幸主辦單位邀請我來今天做一些分享 我今天要講的是Keynote的部分 因為是Keynote的性質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 就像其他場次一樣講一些比較特定的技術 或者是特定的主題 我今天選了一個主題就是 我想要分享Java在現金軟體開發的角色跟競爭力 它是一個比較overview性質的 那我想談一下 就是像現在的這個軟體開發的圈子裡頭 各個有非常多的語言 陸續的產生 那Java是一個已經發展非常多年 也被廣泛使用很多年的語言 然後面對這些新的語言的挑戰 那Java也做了一些變化 那究竟 Java要怎麼 跟其他的程式語言相比起來 究竟是怎麼樣 然後它的競爭力又是如何 那這是我的介紹 我的興趣是網路應用系統的開發 那我做這個網路應用系統的開發 大概有 將近20年左右的時間 那基本上都是在做聯網相關的應用 那做的範圍非常的廣泛 應該 絕大多數的application的類型 我大概都有接觸過 那我有跟侯傑 侯大哥一起翻譯過 Thinking in Java第二版 跟Essential C++ 那我現在在IT用電腦報上面 有一個叫程式人的專欄 那這上面有我的email 是我的聯絡方式 如果會後有一些指教的話 也歡迎大家email來跟我討論 那這是我今天的這個講題的概要 一開始我會先講這個程式語言 在這20年來的興衰起落 大概Java從開始流行到現在 也約略是20年的時間 那所以我想說先介紹一下 在這20年來程式語言整個的 在這個軟體開發圈子裡 程式語言的 眾多的程式語言 他們彼此之間的興衰起落 大概是呈現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我會介紹一下Java語言的一些特性 還有它發展的情況 那其實現在的語言的應用 其實劃分成很多不同的應用的領域 然後我試著把每個領域 劃分出來 然後介紹一下在這個每個領域裡頭 如果說在這個領域發展得好的話 它需要具備哪些特質 它能夠比較有所發揮 然後呢在每個領域裡頭 比較幾個主要的語言 那其實Java從最早的1.0到Java 2 然後像現在到JDK 1.6 1.7 1.8 尤其到了1.7 1.8 陸續的加上很多語法上的改變 那這當然是因為Java的發展已經很久了 那Java的語言本身在語法上 或在API的資源上 做了這些改變 那這些改變究竟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也會分享我的看法 那總的來看最後我們可以 就是我有一個對於Java原先的角色跟定位 有一個看法 就是說在現在這麼多的程式語言當中 那使用Java到底在我們的開發的工作中 到底Java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 那這個是TIOB在2016年10月的十大熱門語言 這個表常常會被大家拿出來談 那可是拿出來談呢 主要談的都是在 基本上很多都是語言的支持者 彼此之間互相 互相校正用的 那但是我覺得 短期的一時起落並不是很重要 因為像這個TOIB 它是怎麼統計出來呢 它基本上是去用Search Engine的Search 的情況來去看說 到底它有多熱門 好比說它在Google 那Google上Google C Programming Google Java Programming 然後它會根據這個Search Engine 所反應的熱門程度 來決定這個語言的熱門程度 但這只是一個index 就是說這是一個指標 但這並不是一個絕對的結果 那儘管如此還是很多人 會拿這個來創造話題 就是說到底哪個語言比較熱門啊 是不是我現在要趕快去學一個更熱門的語言啊 才能夠跟得上時代啊 那我在這張表裡頭 它除了列出2016年10月的排名之外 它也列出了去年就是2015年同期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像Java的話 它不論是在今年或者是去年10月都是首位 然後再來就是C 再來是C++ C sharp 這四個其實他們在性質上是比較接近的 其實他們基本上算是同中啦 同一個family的programming language 那再下來你就會發現 基本上是scripting language為主 就不論是Python啊 JavaScript啊 PHP啊 Pearl啊 這些 他們又是另外一個集團 那除了看這張表可以看得出 就是說在網路上的熱門程度之外 你還可以看得出他們的變化 像有一些 像前幾名它基本上就是很穩定 Java C啊 C++ 他們在一年來的變化並不會太大 事實上程式語言的 像他們已經都在手 就是前幾名的位置 他們的變化通常都不會太大 那比較值得留意的我覺得 第一個是JavaScript JavaScript是一直越來越 越來越重要的程式語言 那等一下我會解釋我覺得它 就是解釋它為什麼越來越重要 那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 Objective C 它從去年14到了10 那它的影響力還會不會再提升 其實還有待觀察 因為等一下我提到那個行動端的程式語言的時候 就會提到Apple還有一個新的程式語言叫Swift 那他們兩個之間會有一些進合的關係 所以 Objective C的 等一下我們看到 Objective C為什麼會增加 然後 還有為什麼它能不能夠持續增加是個問題 那當然 只要是有人提指標 就一定還會有各種不同的指標 就好像大家常常在網路上炒那個名校的指標一樣 就會有的說這個學校今年是什麼什麼地幾名 什麼什麼地幾名 其實這些都是不同的指標 所以你用不同的計算方法去算出來的結果就會不太一樣 好比這一張圖是IEE的Spatron的前十大的程式語言 那 它 你可以看得到它在這邊所列出來的第一名就是11 而不是加大 好 好 那 而且它把Python列到3 它 這一個Spatron的Ranking 它參照的 除了Search Engine的Search 履造之外 它 同時還參照了像Stack Overflow上人家問問題的情況 啊 GitHub上那些 每個Open Source的Project 它用的程式語言的分佈的情況啊 那簡單來說它用的指標就更廣泛 那 所以它排出來的結果也 不盡相同 但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C和Java 基本上 毫無疑問的就是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最熱門的程式語言 儘管它們的分數上都略有所差異 那這張表上面除了列出排名之外 它還試著把程式語言分類 好比你可以看得到C的話 它在行動裝置啊 在桌上型的 server的 然後在比較embedded system上 它大概是被歸在這一類 那在Java的話 它還多了一個World Wide Web 就是在網路上的程式語言 所以 在這一個分類裡頭 它除了 除了列出排名之外 它還把那個語言 劃分領域 所以這個其實領域的熱門與否 其實也會影響到程式語言本身的興衰 那跟前一張表相比起來 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就是 第一個是R 在前一張表裡頭你其實看不到R 可是在這張表裡頭可以看得到 那R的熱門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R是用來處理 這個Big Data的application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它有列出來就是Go 就是Go 就是Google的新的程式語言 Go 那所以這兩張表 因為參考的指標不同 所以它的排名也不同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C和Java 都是很熱門很重要的程式語言 那我們來看這些語言的熱門指標 就是 它所反映的是一個熱門的程度 那熱門的程度不一定代表就是重要 但它可能是重要的所以它還熱門 那就好比你在Spectron的那個 排名中可以看到R 但我相信R可能現在很多人都在找 相關跟R有關的指標 可是不代表它已經 它的影響力已經大到很大 所以說它也許是熱門的 它還沒有重要到那一個程度 也就是說很被廣泛的使用 有些程式語言它或許沒有那麼的 再反映到Search Engine上的結果 它沒有那麼熱門 可是它其實還是挺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熱門是區分領域的 領域的興起就會帶動程式語言的興起 好比說Big Data的這個領域的興起 就讓R這樣子的語言它因此而興起 所以領域的熱門也會帶動那個語言的熱門 就好像很多專門用 就好像Ruby這個程式語言 它是因為Web的興起 它才搭著Ruby on Rails的風潮而起來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平台的熱門也會帶動語言的熱門 這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Objective-C Objective-C Objective-C在二十幾年前有念書的時候 就有這個程式語言 但在這麼多年還幾乎身邊沒有什麼人用Objective-C 直到Apple在iPhone上 你必須要用Objective-C才能開發 整個Objective-C 因為這個iPhone平台的壯大 iPad iPhone的平台的壯大 Objective-C的普及度整個大為提升 所以有些平台它就是限制你必須用某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這個平台本身的熱門就會帶動這些程式語言的熱門 那這張表是主流程式語言在從2002年到2016年的 勢力消長的情況 可以看得到Java基本上都維持在最前面 除了我們看到在2012年到2015年 跟C整個糾纏在一起 總的來說Java我認為還是在這十幾年來最 就是說勢力最龐大的程式語言 那當然就是奇奇落落 你可以看得到它有多有少 這當然是因為這個指標本身也不是那麼的確定 但你可以看得出這個趨勢 那C呢 C基本上就是也維持著緊跟著Java的這個趨勢 那可以看得到這個綠色的部分就是C++ C++到了大概2004年的時候 整個基本上就是崩落 很明顯的就是崩落 這個等一下我會解釋這是為什麼 這個無疑是受到Java的影響 然後呢 這幾個你可以看得到像Python啊 PHP啊這幾個程式語言 基本上都維持著 大概是這樣子的地位 但是最近來有一點下降 但那當然是因為有更多在Web上的程式語言出來做競爭的關係 那Adjective-C的影響力從2010年之後就開始大幅的提升 這當然就是受到Apple推出的行動裝置的普及的影響這樣 那JavaScript是一個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程式語言 所以在這張表裡頭大概就列出了主流的程式語言 在這幾年來的勢力的消長 那我的觀察是這樣的 Java基本上還是Top1 在這十幾年來一直都是就是最熱門 甚至我可以說它是最重要的程式語言 那C緊跟在Java之後偶爾會有消長 那原因是因為C還是有很多Java沒有辦法取代的部分 好比在一些Embedded System上面 儘管Java最早的推出是為了Embedded System 大家都知道Java最早出來上是希望說它可以跑在冰箱啊 這些類型的電器上面 所以它原本的設計就是針對Embedded System的設計 可是其實像我們現在所熟悉的一些Embedded System 像網路的Gateway啊這些Wi-Fi的Access Point 這些上面其實基本上還是以Linux為主的作業系統 你很少可以看得到Java的聲音 它基本上還是以C這樣子的程式語言為主 所以C其實C的縱橫程式語言這個生態圈的年份更長 從Unix開始普及之後C就是一個很主流很主流的程式語言 那即使是Java在Server Side的壯大之後還是 當然有影響到C的地位但是並沒有那麼的多 這是因為C還是有一些Java無法取代的部分 尤其是在Resource比較少的運行環境裡面 那C之後其實有一個很成功的程式語言是C++ 就是曾經像我們在唸大學的時候 我們也很廣泛在使用C++ 這是當然是因為C++從C得到了一些語法的元素 然後同時加上了Object Oriented的Support 所以那個年代大家都覺得就是加上了Object Oriented的Support 可以讓開發生產力大幅的提升 的確C++也帶來了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大概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 Java開始流行了 那Java和C++一樣都是C的延伸者 甚至其實我常說的Java是C++在減減 C++是在C上面加上Object Oriented的Support之後去加強 那Java則是觀察到C++的一些弱點 然後再把它改良 所以Java是C++在減減 那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同一個族系的 那Java的興起受到最大的影響就是C++ 就剛才在二十年左右的這個施力校長中 你可以看得到C++有一個完全崩潰的 有一個完全崩潰一下 整個直線往下掉的情況 那我認為希佳在去跟那個尼安塔人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尼安塔人 尼安塔人是在那個演化上 有一個跟人類很接近的一個族系 然後尼安塔人也是一樣 在某一個時期就突然 因為現代智人的壯大尼安塔人就整個滅絕了 現在我們都已經沒有尼安塔人這個物種了 那這是因為什麼 這是演化上近親的強大就是它最大的威脅 而希佳佳在整個演化上的近親 跟它很靠近的就是Java 然後Java的壯大就對希佳佳造成很大的威脅 然後就把希佳佳的很大的市場給奪走 所以希佳佳是在你看剛才那個程式裡面的興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希佳佳是被Java嚴重打擊的 好 那 Adjective-C呢 則是因為IOS平台的興盛而壯大 所以這是我針對這些主流程序員消長的觀察 那Java發展的歷史上的關鍵因素 首先是一個Java的App 就像剛才講的Java最早是打算要做到一些像冷氣機 像冰箱的這個程式裡面 可是它真正受到歡迎是Web的興起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JDK真的開始普及是因為要做Applet的程式 那Applet的程式使得Java可以在網頁上做一些動態的效果 那這使得Java的語言就是開始為人們所接受 但是真正Java的成功是在Web的Serverside 我相信現在大家如果說在使用Java的話 基本上都是把它運用在Java的Serverside 已經沒有什麼人會去寫Java的Applet程式了 那Java走到Java的Serverside 完全充分地發揮了出它的眾多的優點 這使得它不斷快速地成長 而且快速地壯大 所以至今Java在Serverside仍然是最成功的 也最具影響力的 那在Google推出Android手機之後 它也選擇了Java作為程式語言 所以這使得Java在行動裝置上也有一席之地 當然Google選擇Java是有它的原因的 就是Google其實還可以選擇其他的程式語言 但它為什麼選擇Java當然也是看上了 它推出了一個新的手機的作業系統平台 它希望能夠有廣大的Programmer 能夠join 很快就可以join這個平台 所以它才選擇了Java 因為Java一方面是Google所熟悉的技術 二方面Java也擁有廣大的Programmer的community 那這也造成了它現在仍然還在 就是前一陣子才判決跟Orope之間的專利的訴訟的問題這樣 那除了Android之外之前還有一個J2ME的規格 它曾經短暫的在行動裝置上 但其實不能夠說是非常的成功和普及 所以這幾樣因素是Java在整個發展歷史上的關鍵因素 Applet使得它能夠真的為世人開始接受 開始對這個程式語言感興趣 而在ServerSide上面 當人們開始把它放到ServerSide的時候 發現它的中多的優點 非常適合做ServerSide的開發 這使得它不斷地成長而且壯大 那手機上的發展是因為它在之前的例子因素很成功 使得Google選擇了它 那Java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有可惜性 然後生產力很好 然後它有open source community的資源 然後再來是它的效能其實很好 那我逐一的介紹一下 最早Java能夠受到歡迎的應該是也 我覺得不能夠說是受到歡迎 而是喊出的口號叫做寫一次就可以到處執行 那這個可惜性究竟有沒有那麼重要 其實還蠻值得思考的 就我來說我覺得並不完全的那麼重要 好比其實我們現在在ServerSide運行很多西貨西家家的project 它們只要能夠重新的砍拍 基本上它的可惜性並不會是一個太大問題 它基本上還蠻容易移植的 所以Java的這個可惜性 究竟實務上帶來的優勢有多少 我其實並不那麼的肯定 我並不認為這個可惜性是它在實務上帶來的一個很充分的優勢 那Java的生產力 Java生產力我是認為是Java整個在這個語言的生態圈裡頭 能夠獲得這樣地位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很少人去提說用Java來開發是一個很有生產力的事情 但我覺得這是它一個最重要的優勢之一 那個剛才有提到說Java是西家家在減減 為什麼它要去減掉一些東西 就是減掉有礙生產力的事情 那它怎麼增加生產力 就是第一個是我覺得還很重要的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儘管我們在那個1996年97年還在寫Java Applet的時代 我們其實還蠻痛恨那個browser上的JVN 因為那時候很不穩定 常常跑來跑就會爛掉 所以對於在webpage上跑Java Applet 其實還是一件不是很穩定的事情 那這當然也跟它那時候開始採用Garbage Collector有關係 Garbage Collector也是在程式語言的領域裡頭講了很久的事情 但是一直到了Java 才可以算是一個真正在食物的程式語言中 能夠有Garbage Collector 卻又能夠真的使用的 其實就是從Java開始 那Garbage Collector對於生產力其實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它可以降低程式的複雜度 降低的程式的複雜度 像如果你是一個有經驗的西或西家家的Programmer的話 你會知道那些memory的allocation跟deallocation是很恐怖的事情 它是一個非常容易出錯的事情 那你會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去處理memory的配置 memory的釋放 然後你只要處理錯了 比如說該配置記憶體地方沒有配置記憶體 所以作為C或C家家的Programmer 要花很大的心力 再去處理memory的配置跟memory的釋放 那這個行為常常又很複雜 尤其C和C家家又有所謂的指標 所以在控制這些指標的過程當中 就很容易造成錯誤 但是這個並不是 寫程式的主要的目的 因為你寫程式的主要目的是要去處理business logic 可是這些複雜的動作 卻讓Programmer必須花很多心力去面對這些事情 甚至他們常常有bug 都是memory的bug 而不是他business logic的bug 所以這使得大家花很多的時間在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都讓生產力變得很差 其實你知道你的程式只要有一個bug 你往往可能要花十倍以上 你寫它的時間才能夠去修正它 所以我覺得buggy collected的問世 讓它可以實際上在開發生活中運用 是Java可以大幅提高生產力的一個原因 那再來是它有一個很設計很好的core library 上從JDK 1.0開始到1.1 就有一個設計得很好的core library 1.0其實不怎麼樣 1.1非常的厲害 從1.0到1.1之後 就看得出有很厲害的這個architect加入 然後所以使得1.1之後的Java的core library 設計得非常的好 那它有一個官方制定的core library 是它能夠有很好生產力的原因 因為它作為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它可以讓progamer不用自己花時間去重新做輪子 我記得大概在20年前寫西加加的時候 我認識的每個厲害的西加加progamer做的第一樣式 就是當它要開始寫某系統的時候 它可能做的第一樣式 就是先開始寫它自己的library 所以每個厲害的西加加progamer 都有一套自己的library 包括我自己也寫過一套自己的library 然後裡頭有什麼sucky的case 處理string的case 處理IO的case 一大堆 所以每個厲害的西加加progamer 都有自己的一個core library 所以他們都把它的時間花在寫core library 所以他們就沒有時間寫application了 但是Java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它有一個官方制定而且設計了很好的core library 這使得所有人不需要再花時間去做輪子 因為official就有很好的輪子可以讓你用 然後再來是這些輪子都是標準的規格 所以有人會在這些輪子上再去做其他的組件 然後使得它都符合一個標準的規範 然後所以一層一層的做上去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彼此的相容 所以所有人都把他們的事情著眼在生產力 而不是展示自己有多厲害 所以這個設計良好的核心的程式庫 是我覺得Java可以帶來很大的生產力的一個原因 那雖然西加加後來有所謂的STL 就是Standard的Temporary Library 不過其實已經維持已晚 而且STL用起來 我覺得並不會比Java的core library來得好用 而且包羅萬象 那再來就是Java的syntax上本身 是傾向於一種讓程式Programmer避免犯錯的 很少人 我不知道可能很少人提到這個論點 就是其實Java的Programming language的設計 是讓你盡量不要犯錯的 就是今天我是來Java的這個community的conference講Keynote 其實我也在Ruby的conference講過Keynote 很有趣的是其實我不懂Ruby 不過我有去介紹過 那在那個Keynote裡頭我有講到一樣事情 就是說Ruby是一個稱作魔幻語言的 而Java是一個相反的語言 魔幻語言就是他們有很多很簡潔的語法 讓你看起來很厲害 可是Java本身的語法常常會讓很多人覺得 就是他就是很呆很笨 可是他其實他的語法就是故意設計成這麼呆這麼笨 這不是因為設計Java的程式語言的人不夠厲害 而是因為他本身就是希望他設計成像這樣 很多事情也許在其他程式語言一行兩行就寫完東西 他或許就會讓你把它拆成比較多行 這原因就是因為他要避免你犯錯 那為什麼他要避免你犯錯的原因 就像我剛才講 犯錯跟生產力是息息相關 你犯了一個錯 你要付出致命的代價 那很多語法是很有陷阱的 它很容易讓你犯錯 像其實C 西家家都有很多很有陷阱的語法 比如說我舉個最常舉的例子 就是C和西家家的conditional expression 什麼是conditional expression 就是你在if 比如說在if裡頭 它的結果是零跟非零值 那你就執行if裡頭的statement或statement list 對不對 那西漢 西家家都允許你裡頭 它的語言本身就是讓你用零跟非零來判斷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Java並不是它是用booling 它有一個特別的型別叫booling 然後它裡頭整個expression 以value出來的結果 必須是個booling 那C和C++這兩個它的近親 都是用零跟非零 為什麼它用booling 因為零和非零就容易 零和非零的這個判斷 就很容易有一個陷阱 就是尤其C和西家家的朋友們 喜歡在這種if的condition裡頭去寫assignment 就是你把東西assign給一個值之後 再看這個值以value出來的值是否零或非零 來決定 那你會發現有時候 比如說好 有人要寫ifA等於等於B 他少打了一個等於 變成ifA等於B 這就變成一個bug 而且可能還不好找到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你 他語法上你比較有彈性 你比較厲害 可是你就容易出錯 但是Java就杜絕了這些事情 這使得他看起來比較樸實 可是他卻不容易犯錯 有些時候你用Java寫要長篇大論 可是他就是不容易犯錯 我覺得是他在語法上設計的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避免你犯錯 避免你犯錯你就會有生產力 並不是你寫的短就會有生產力 因為我們寫成是花蛋 花最多時間的不是在打字 這是一個 一個 我覺得Java很好的優點 所以其實還有一些若干的優點 這指的Java生產力 是一個非常非常 有很好生產力的程式源 那再來就是Java在OpenSource的Community得到很好的資源 當然必須要提的就是Apache的Jakarta Project 在這個Project裡頭你會發現有非常非常多OpenSource的資源 然後他們的表現都很好 你要Login的 有Login的Library 你要Concurrency Control的 有Concurrency Control的 甚至像很多年前 我有在Java 2的場次介紹過Login Login是一個Search Engine OpenSource Search Engine的一個Project 你在裡頭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Project 然後他們都非常的好用 那甚至他們本身都會 在這個OpenSource Community頭的 這些OpenSource Project 它都製成一個生態圈 好比說 基於Login來做的Solar 就是一個分身式的搜尋引擎 然後基於Login還有一些網路的Crawler 然後甚至像Hadoop、Spark 他們都還可以跟Login彼此的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它不是individual的一些相互獨立的OpenSource Project 甚至他們之間製成一個生態圈 這些生態圈相互的資源使得 其實你很少會想要去重新發明輪子 你總是永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使用一些現成的東西 那Java語言本身很有生產力 再透過OpenSource的Community 提供的這些Project給了Support 它更有生產力 這使得它就成為一個非常有生產力的程式語言 那有生產力是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再來就是它的效果 當然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就是一開始Java常常被質疑的就是它的效能不是很好 尤其那個我們還在browser上面 Run Java Appley的年代 大家都會覺得Java是一個效能不是很好的程式語言 但是語言本身的效能其實 並不是取決在語言 而是它往往還取決在很多的底層的機制 好比說Java語言就是那個樣子 JVN的規格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透過VN技術的改善 整個Java語言運行的就越來越快 尤其像之前的Hotspot的技術 所以在VN上的各種optimization的技術的發展 讓Java語言運行的越來越快 所以事實上像現在幾乎我想不會有人覺得 Java是一個運行的不夠快的程式語言 那再來是所謂的效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尤其大概在一九九幾年剛好是網路的application 開始要興起的時候 那一旦我們要建立的application 是跟網路有關的時候 這中間就會involve很多跟網路的IO有關的動作 那這些有了IO的動作就會讓application 不完全只是CPU intensive的行為 所以這讓效能的這個 什麼是運行的效能這件事情的評估 就沒有那麼單純 就是單純去看它run一大堆的CPU的指令 究竟有多快 所以加上了網路跟IO動作的綜合影響之後 因為當你做IO的時候 你的CPU就要idol 所以當我們在做的是一個network application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在做一個那麼多CPU intensive的事情 所以加上了這個的綜合性影響 更使得Java在做CPU intensive的動作的弱勢 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那再來就是說 隨著現在都邁向分散式系統的年代 系統本身architecture的scalability 比單一台機器究竟能跑多快 還有重要 就好像現在Hadoop跟Spark的流行一樣 其實我們常常很多應用的情境 並不會太關心在一台機器上面 你跑得究竟有多快 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我可不可以透過加機器 然後讓我可以服務的規模增加 那很多時候是我們加的機器 我們因為受限於架構的關係 我們沒辦法跑得更快 並不是加機器 我們就一定可以跑得更快 很多時候受限在architecture關係 加的機器你也跑不了更快 所以我如果我們再來看效能這件事情的話 architecture也很重要 就是你有沒有一個好的architecture就很重要 這個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像這一兩年來一直在談的售票系統的問題 就是像是這樣 那個像售票系統的performance 它能夠承載的流量究竟有多少 已經不是language的performance的問題 而是systemarchitecture的問題 所以architecture的影響力 architecture本身是不是一個scalable的 那解決那個問題 就解決了究竟好不好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這又讓Java 比如說JV 就是Java本身在單一台機器上 跑得究竟有多快 顯得並沒有那麼的重要 因為更多時候你需要花心力的是 就是在architecture的設計跟規劃上面 而不是去關心你同一台機器 跑得究竟有多快 假設你家機器可以跑得更快 那這是全天下最好的事情 怕的是你家機器都沒辦法跑最快 跑得更快 所以從這個來看 其實透過VM技術的優化 Java其實跑得很快 而且夠快 再加上我們現在要處理的eplication 很多其實是跟網路有關 跟磁碟的操作有關的 這些都讓 不那麼擅長CPU操作的Java 這個效能的因素 顯得沒有那麼的重要 那再加上architecture 其實你應該 花更多時間在architecture上面 所以Java是一個 怎麼說就是 在那麼多年以前 大家會說Java是一個 效能可能有問題的程式員 你在不選擇Java的原因 是因為它跑得不夠快 現在其實基本上 不會有人這麼說 甚至你會覺得Java是一個 跑得夠快的程式員 相較於一些scripting的language來說 那影響程式員影響力的因素 我是覺得有這些 第一個是那個特定平台的影響力 你要跑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的興起跟 那個平台的興衰 是很重要的 就像iOS平台的興起 Long Objective-C 這個也是幾十年以上的 歷史的程式語言 整個就大混 那微軟的Windows Desktop的 影響力的衰敗 就讓那一些 就是原本在那個 微軟平台上 壯大的程式語言 也受到影響 像那些Vbit.net 像C++原本在Windows的平台上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程式語言 那都會削弱他們的影響力 那像Web平台的壯大 就讓那些跟Web有關的 相關程式語言 都因此而成長 所以平台本身 在這個市場上 是否受到重視 還有它的影響力 是否有提升 都會間接的去影響到 程式語言本身 那再來就是它的效能 你的跑得不夠快的程式語言 如果就是基本上 也可能不會被使用 那再來就是生產力很重要 生產力很重要 如果說它是一個開發起來 就是處處桌巾見肘 開發起來也不是很快 然後寫CRECATION要很久的程式語言 它基本上根本沒有機會可以壯大 有一個例外就是JavaScript JavaScript我覺得是一個 不是很有生產力的程式語言 可是它還是持續的壯大 這當然是因為就是 那一個平台的影響力的關係 就Web的這個Popular 還有現在等一下我會介紹到的 Web新的架構的模型的關係 所以JavaScript本身其實是一個 不是就是它是一個 在以前是效能也更有問題 然後開發生產力也不是很好 很容易出錯程式語言 可是它受到重視的程度還是越來越高 那再來就是它對特定應用在開發時候的便利 我們剛才看到R R當然就是因為它在處理Big Data上 可能可以帶來一些便利 所以它慢慢的興起了 所以在特定的領域裡頭 這些語言就會起來這樣 那我現在把一些應用領域把它分開 像Serverside Web Mobile Big Data OTT 還有物聯網 然後我來介紹一下 在這裡頭程式語言的情況 那首先要講Serverside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想到Serverside 都會想到Web吧 你們可能會想Web 因為也許大多數人現在的開發工作 都是以Web為中心 但是其實還是有很大比例的 Serverside的這些application 他們是跟Web沒有關係的 他們譬如說像 像Database的Server 它就不是Web的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protocol Database自己交換的protocol 像如果你要做Voice over IP 它也不是Web的 你要做視訊的直播 視訊的直播也許有些像 有些是用HTBase的協定 像HLS就是基本上是基於HTTP的 可是如果你要Latency很小的話 你還是會選擇不是HTTP-Base的協定 像Facebook Facebook基本上它去Scale RTMP這個通訊協定 那如果你要Build一個Memory Cache的Server 你可能也不會用HTTP 因為HTTP的本質就不是那麼適合去做Memory Cache的Server 所以所謂南web的這個Serverside 基本上就不是HTTP-Base的Serverside 那儘管HTTP-Base的Serverside 看起來好像在Serverside的application 尤其在application的這個領域裡頭 它是dominated的 但是還是有很多它不是 所以這些問題還是有人要去解決 然後也還必須要有程式語言可以處理 所以它對語言的需求是 當然運行效能很重要 就是Serverside的話效能當然一直都會是重點 你很少有人會用一個Scritting的language去寫Server 然後安全性當然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很容易就會寫出有安全性問題的程式的話 那麼Serverside被攻擊都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生產力當然很重要 對於做每樣application生產力永遠都是很重要 那可惜性就不知道 可惜性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就是說其實因為Serverside環境通常都是比較局限的 你不會想要就是說它的變音並沒有那麼大 所以可惜性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 那這邊要提的就是其實Java的 剛才沒有提到就是Java的安全性 本身是一個很好的程式語言 所以像C或C加加的程式 常常會遭受到bubble overflow的attack 就是利用C和C加加的語言上本身point的特性 所以他們會有bubble overflow的attack 可是Java基本上從語言上就杜絕了大多數的可能性 就好像你常常會收到的就是 如果你對一個陣列做操作 你超過了index去存取那個陣列 它會給你一個exception一樣 所以Java在本身語言也有一些安全性上的 enhancement 這使得它也適合做Serverside的程式語言 所以我們看Serverside的語言生產 基本上就是還是主流的那幾個程式語言 而且都是從C衍生出來的 C、Java、C加加和CShop 會用CShop寫Server的大概是在Windows的平台上為主 因為它要run在CLR的環境上面 那原本在Serverside的程式語言是C或C加加 但是就像剛才講的C加加 自從Java在壯大之後 C加加就好像尼亞塔人一樣 幾乎快要被死傷十分的承受 所以在絕多數的情況下 Java是我心目中Serverside最好的程式語言 因為它綜合了很多很好的條件 效能夠好 然後開發生產力也夠快 又不容易犯錯等等 所以Serverside其實Java是一個在我心目中覺得最好的 那Web端呢 所謂的Web就是基於HP通信協定提供服務的Serverside 但是它不只是網站或網頁 當然也許一開始所謂的Web端提的 我們所討論的或所想到的就是只有網頁 但是現在Web端並不完全只是網頁的 比如說像剛才提到的HLS 就是HT Live Streaming 它跟網頁無關 因為它只是把Video Streaming Audio Streaming的內容 把它放在HTPE這個通訊協定裡頭而已 所以它不只是網站或網頁 它基本上已經成為一個以Web為中心的一種架構了 那它對於語言的需求是什麼 運行效能其實就沒有 跟Typical的Serverside比起來就沒有那麼的重要 它會更重視Scalability 那通常大家在Web上已經有了一些Scalable的方案 那安全性重不重要呢 通常這個Web的平台本身也會處理掉大多數安全性的問題 那生產力當然永遠都很重要 那可惜性質的你可以跨很多的平台 那所以在Web的語言的生態 當然也是因為Web很重要 所以它的語言生態更豐富 Java, PHP, HBitani, Shishab, Ruby, Python,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通常就是我們在講JavaScript的時候 會以Connestite這邊為主 那其實Web的整個開發的生態是分工更細 因為它現在它前端和後端是分離的 就像現在有所謂的 在這幾年有一個名詞叫Front End的Programmer 就專門在做前端的 這也許在十年前是你沒有想過說 會有人專門是在寫所謂的Front End的這個程式 但現在其實顯然分工很細 就是Front End跟Back End就把它分開了 而Back End現在是傾向於 就是只有純粹資料邏輯的處理 那我想大家都 也許很多人用的都是所謂Restful的API介面 來為前端來在後端來為前端來提供服務 而前端呈現視覺還有處理視覺的邏輯 都是用JavaScript的相關技術 這是以前的MVC 你可以看尤其我們都寫過JSP Astros 它的所有MVC的這些動作 都是在ServerSide就把它做好了 但現在不一樣了 我覺得前面就是都把東西做好了 Page也都產生好 Generate好了 然後它再到同在Side就Render Browser只是Render那Page 可是 這個不是古早子 這是現在 What do we have now? 它是怎麼樣呢? 它是ServerSide這邊吐出來的東西 都是純粹的Data 而在前端利用HTML和JavaScript 它去呈現視覺的部分 所以呢 在瀏覽器端就大量的依靠JavaScript 所以這也使得 你看最近的瀏覽器 它們在效能的改善 幾乎都把重心放在JavaScript Engine上面 JavaScript能夠在上面跑得快 這個Browser整體呈現Web Application的情況就會比較好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也讓前端的工程量越重也越複雜 就很多人都用JavaScript在寫 寫這個Connect Site的這個Presentation Logic 那這樣就產生出一個生態 就是ServerSide跟視覺 呈現是基本上是脫鉤的 所以ServerSide就處理Business Logic 處理Data 而不去管Visualization 那以Reserval的API 接接ServerSide跟Connect Site的架構 所以這個Reserval的API 基本上也是HTTP-based的 所以它的計算是一個Service 然後它都是透過HTTP協定去Assess 那ServerSide就純粹處理Data Logic 輸出跟視覺無關的資料 尤其像Jason的興起就突顯這些事情 因為Jason是JavaScript 很好處理的一種資料的格式 所以Jason就因此而興起 所以 以Web為計算的中心 然後Web都是突出資料 然後在Client Site再去處理Presentation Logic 那除此之外 這除了在Web上適用之外 這個其實還適合多屏 你可能有網站browser你要處理 甚至這個網頁是行動端的 或者說是桌上型的 那你還有各種不同的手機的平台 甚至像我們做電視 我們還有電視上的 可是我們在ServerSide的掌上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組Reserval的API 所以透過這個所謂的Web-centric的情況 已經不是完全處理網頁 而是以Web為計算的中心 然後讓它跟各種Application 各種裝置跟我們平台接接在一起 所以就會有一些語言 它是適合 你在去開發你的Reserval API的時候 你會用的 那你會著重什麼 你當然開發生產力 你還是會在意 然後處理Jason的便利性 那再來這兩樣是Trail off 計算的效能跟開發的彈性 是你會Trail off的 正因為有開發的彈性說 你會選一些Scripting Language 像Python 像Ruby 這是因為你想從這些語言裡頭 去得到彈性 可是當你想要的是 當你要寫的API 是更接近效能這一段的時候 你可能就不會考慮他們 因為他們運行的 可能沒有你需要的那麼的快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選擇 像Java這樣的程式語言 所以整個來說 在像這樣子Web-centric Server-side 正因為Server-side 不太在慢慢傾向於 不太再去處理Presentation Logic 我覺得以前寫Trust 是還蠻不舒服的 就是我們要在Server-side 去處理那一些Presentation Logic 可是現在把它都脫鉤到 在前端的Java去處理 我覺得是個好事 這使得我們現在在Server-side 用Java來去撰寫這些API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這個 變成現在這個Web-centric的架構的話 這是Java還是非常非常適合的一個情況 那行動裝置語言的生態呢 其實我認為平台影響最大 Apple說iOS你要用Adjective-C 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為了要在iPhone上開發 你只能這樣選 Android、Java說 Google說你只能用Java 你就只能選Java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平台的興起 你就沒有別的選擇 那當然開發生產力跟平台影響力會回饋 之所以這個平台會選這個語言 這個平台不會選一個生產力很差的語言 那這是為什麼Google選擇Java 在Android的原因 所以它本身本來就是一個卓越的優秀程式語言 它才可能被選到一個會壯大的平台 那也因為這個生產力夠好 它有很多的application注入活水 這平台才會壯大 所以他們是相互回饋的 那再來就是平台間的語言 才是互相競爭的 就是Adjective-C不會去跟Java競爭 他們沒什麼好競爭的 會跟Adjective-C競爭的是Swift 因為他們都在競爭 在iOS上的application的開發 所以這個基本上都是同門相傳的情況 就是只有同平台內的語言 他們才會去相互競爭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行動裝置上 有這些主要語言 但是你可以看到Shift Shop跟VB單內 但是這是Windows Phone 但是Windows Phone已經 並不是一個主流的行動裝置平台 所以也不太有人會在這個 行動裝置上去寫Shift Shop或VB單內 那行動裝置上C和C++ 還是會有一些舞台的 就是雖然他們在你開發Android 或iOS的應用 主要語言不是C或C++ 可是C++還是可以提供一些 native support 為什麼你需要native support 第一個是還是著眼在生產力 因為有很多現成的library 它是C或C++寫成的 那不論你在Android上 或是在Objective C裡頭 都可以去使用 Objective C跟C和C++連結 本來就很天生 那Android可以利用JNI的方式來去連結 所以你還是會用到一些C和C++ 那為什麼你會需要 當然有一個原因是你要效能的優化 或者說你要用到現成的專案這樣 那大數據的主要員有R、Python、Scala跟Java 那Java其實基本上並不是那麼 就是說它還是可以處理 但它顯得就沒有那麼專門的 適合作為這個bit data的application 但是你可以發現Java還是可以處理 那OTT跟我現在在做的產品是有關係 就是在機上盒、聯網電視這上面的應用 那在機上盒還有聯網電視的應用裡頭 主要的兩種類型 第一個是Android-based 比如說Android的機上盒 然後Android的聯網電視 所以你在這上面開發應用的話 基本上你還是會用Java來開發 那還有一類它是HTML5-based 比如說像我們做Panasonic的電視 他們就是HTML5 所以你要在Kanasonic寫一些JavaScript 它用的語言就是JavaScript 那這個機上盒上的語言也沒得選 但是重點是ServerSide 它還是以Reserval API的架構為主 所以哪什麼樣的語言適合在Reserval上面用 就會使得你會選擇它來 在你的OTT的ServerSide用 那這無疑的Java還是很好用 那在物聯網的開發裡頭 我把它分做這幾端 Server端、行動裝置端、Gateway端還有物件端 這個物聯網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架構 在雲端會需要有Server 然後你有很多小的物件 所以你會透過 小的物件本身不能夠聯網 所以它會透過一個Gateway去聯到Server 那有些裝置它本身就可以聯網 它可以跟Server溝通 那你會有行動裝置 然後再去跟Server 透過Server然後來跟 或說透過雲端跟這些物件 做通訊或做控制 所以你看這邊 ServerSide 那就是ServerSide 程式語言的選擇 然後行動裝置端 就是行動裝置端的語言的選擇 那在Gateway Gateway現在看起來 可能就有兩個 兩個族系 以Linerspace為主的 可能就選擇CC++ 那上面能夠有JVM的 以Android之類的OS為主 那就可以跑Java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Gateway這一端 CC++或Java還是主要的選擇 那前面談了那麼多 其實你會發現 Java基本上不是表現得很好 就是還勉強堪用 勉強堪用的可能就是像 像是在 像在Big Data中 就還可以用 並不是那麼的卓越 但還是可以用 所以Java還是 都沒有 絕大多數的應用領域 但 少數Java沒有辦法 編長莫及的 可能還把市場 留給C或C++的 就包括像作業系統 Driver Embed system 或者一些跟Performance 有關的程式的模組 有些跟Performance有關的 像Codec 我們處理Video或Audio的Codec 它甚至要用組合語言去寫 所以這些都是 Java就是顯得 編長莫及的地方 還有一類 就是Desktop 對不起 因為其實已經不太有人 談Desktop了 可能在十幾年前 我們寫Desktop Location很重要 現在沒有人講Desktop 大家都在寫Web 甚至其實現在更 Aggressive的人會說 Web也沒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Mobile 有人講 講Mobile first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 新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先想到Mobile 甚至我們也不太想 不太想講Web 所以Desktop上的Language 都因此而受到影響 都逐漸的衰敗 那你要怎麼寫Desktop 那當然就是各個作業系統上的 一些原生的開發員 CC++ 如果你要在OS10上面的話 那Java在Desktop上 一直沒有發揮 也沒有佔有欲 因為主要是 你要裝VM等等 都顯得很麻煩 我記得十幾年前我們還在寫Swing 希望可以在Desktop上 跑Java application 後來發現根本 根本沒有辦法普及 因為你要Distribute 你的application 就變得非常的麻煩 所以Java在Desktop上就是 就是不行還好 還好Desktop也 也應該是可以說拜拜的 那近年來的改進是什麼 我覺得Java近年來的改進 讓它變得更好 然後跟上時代 但是新的Java的改進 不會改變它在整個 語言生態圈的本質和角色 因為它早就定掉了 Java語言天生的那些優點 跟它天生的那些缺點 早在它在JDK1.1的時候 就大概長成那個樣的 它也不太會改變了 所以這件事情是註定好的 即使我們看到了JDK7 JDK8 可能新的9 然後在language上 會有一些改進 可是其實這些都 不會再去對這些事情有所動搖 那Java 我剛才講尼安塔人的事情 就是能夠對一個語言有威脅性的 就是它演化上的近親 Java有一個 曾經有過一個演化上的近親 就是C-Shop的單內 微軟為了對抗Java 他們去設計了CL 來對抗JVM 然後在上面用 基本上就是Java再去enhance 就是Java++ 就是C-Shop這個程式的語言 它曾經是它演化上的近親 就還好因為它把它自己綁死在Windows上 所以因為Windows在那個時間點也開始衰退 所以C-Shop這一個對Java來說 最有威脅性的近親 它沒有真正的影響到Java 你甚至可以看到JDK新的Feature C-Shop很久以前都有了 不過它還是沒有辦法影響到 它說明的這些Feature 並不是那麼的critical 那Geo為什麼是一個 我認為具有威脅性的近親是 第一個是它當然是 它是C的發明者 就是Ken Thompson的設計的 有參與設計的程式語言 那再來是它是Google所加持的程式語言 這是Google所會promote的一個程式語言 那當然它有一個 就好像Java拿著C++接近 C-Shop拿著Java拿著C++接近 C-Shop拿著Java接近 C-Shop拿著Java接近一樣 它也接近了Java 譬如說它也有Garbage Collection等等 所以它們基本上本質上都會很接近 但是它跟Java生產力可能有些好 有些不好 可是要能競爭有一個很重要的 是它建立一個Ecosystem Java很強的地方是它有一個完整的Ecosystem 就好像我剛才講的 來自於Open Source Community的Support 是指的它有一個很壯大很興盛的Ecosystem的原因 很多程式語言沒有這麼強大的Ecosystem 它們就沒辦法跟Java競爭 GO本質它就是Java演化上的進行 它能不能夠對Java真正造成威脅 就是看它接下來的發展 能不能夠建立起一個完整的Ecosystem 倘若可以 那麼或許就是一個Java的對手 那現在看起來還沒有像有那個樣子 那它的這些Scritting language的競爭 怎麼像Python、Ruby、PHP 基本上這個本質上就劃分開來 它們也不會互相的去做Type的競爭 因為它演化上就不是近輕 那這個原因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Java的靜態型別是一個它本質上的優勢 這些都是一些Dynamic Type的Language 但它們從這個Type的System 就分開了它們不會去競爭的太厲害 那Java的靜態型別是一個本質上的優勢 因為它讓你在Compiler的階段 就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那不知道你們觀察到一個現象 在台灣現在很多人在做TDD TDD就是Testing Driven Development 做這些做最兇的 都是用那些Dynamic Programming Language的人 為什麼它們要格外的去做TDD 因為它們非常的Elight Testing 而且非常重視Testing的Coverage 就是因為它如果沒有測到 沒有把那一行跑過 它根本不知道那一行是錯的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沒有跑過那一行 它可能不知道那一行是錯的 所以它們非常的 非常Elight那個Testing的Coverage 因為它沒有跑過 根本不知道那一行是錯的 寫錯了它都不知道 可是Static Type的Language 沒有這個問題 我Compiler的時候 大概就把很多錯誤都給找出來了 對 你在Dynamic Language 你行別用錯了 你只要沒跑過它 你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那再來就是 所以這個生產力很重要 錯了一件事情 你要花很多倍的時間來修正 那加爾並不需要 再來就是說 當你是一個Static Type Language的時候 你的 IDE可以提供很多的幫助 因為這指的 它是一個靜態行別的事情 代表說它在Compiler的階段 或是前面的語法的分析階段 工具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這使得它可以幫你做很多的輔助 所以IDE的工具對於 像Java這樣的程式員來說 可以提供很多的幫助 像大家用Eclipse 就可以發現這些事情 所以簡單來說 Java少了一些靈活 但多了一些穩固 它或許沒有像Squidding的Language 那樣的靈活 那麼的彈性 或甚至看起來 程式寫得那麼的簡潔 就是它沒有那麼的魔幻 可是它卻多了一些穩固 這些穩固就是它從十幾年 從二十年前到現在 一直以來都是用 樸實去換取而來的 所以它跟它的這些 Squidding的Language的 競爭者們來說 我覺得 倒也沒什麼真的好競爭的 因為它的優勢 還是非常的穩固 那最後就是要說的是 其實現在是一個 混用多元的 軟體開發的一個型態 因為現在的 應用服務系統的組成 是很多元和很複雜的 那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特性 事實上就像 就像我們自己公司 開發的產品和服用 我們用很多的語言 我的同事 我們也用CC++ 也用Python 也用Java 因為你真正 在build一個real system 時候常常 你用的是好多的語言 那你會去用 把不同語言 用在不同的場景裡頭 因為我們的用法 就是用它的優點 避開它的缺點 它不適合它做的事情 就不要勉強它做 然後適合它做的事情 就用它來做 比如說我們在server site 可能就混用 Java C++ 或Python 我們用Java做系統的主題 因為它開發起來很快 然後呢 用C和C++去做 需要效能的元件 像我們有一些transcoding的事情 我們可能就用C++來做 那用Python做 像膠水這樣的角色 你有很多的component 它可能是Java寫的 Java是一個系統的主題 然後C和C++ 是一些個別的utility 然後你用Python 你可以把它們黏在一起 那甚至你要改變一些主題的時候 你可以很快用Python去改變它 因為它很動態 很有彈性的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我覺得Java就是現在 這個世界上 語言生態圈的中心 像你要開發Web 尤其像現在Web這樣子 剛才提到的那種 Restful API架構 它在server site 還有Web的地位 是非常的穩固的 當然是源自於 我有提到的這幾個優點 然後呢 而現在的server site 跟Web就是 大多軟體系統的中心 它就是中心 它不會說像 行動裝置專 就是行動裝置專 它並不是整個系統的中心 所以整個 站在這個系統中心的位置上 最有利益的 我覺得還是這個Java 那Java的優點就是 來自它全面性的均衡 它就是一個很均衡的程式員 它不會做某樣 它不見得做某樣事情特別好 就像它處理Big Data 不會處理的特別好 可是它可以處理 它還有一些周邊的事情 是讓它處理這些事情的 而且倘若它作為系統的主體 它可以跟處理Big Data的這些 Programming Language 很好的整合在一起 所以它作為一個主要的語言 再搭配其他語言 就會變成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它就是很均衡很全面 OK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介紹跟分享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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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